各位同学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新东方在线的网络课堂 我们接下来学习一下新干年二测第47课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生词的部分 请大家看第一个单词,thirsty thirsty一个单词呢,书上标志的意思是贪杯的 但是其实不够准确,它本身的意思应该是表示口渴的 在这里由于专门指了喝酒,因此就把它翻译成贪杯的 一般说到口渴的生活当中比较常用 如果想说出于口渴这种状态,诶,我口渴了 可以说I am thirsty 请各位同学注意一下发音,th字母组合 通常要把舌尖咬住,再发这个词的音 表示我是口渴的 如果想强调感觉,感到口渴,可以用动词feel I feel thirsty 好了,所以请各位同学注意一下,它本身的意思是口渴的 在本篇课文当中指了喝酒,所以说翻译成了贪杯的 那咱们在接着网下说 其实生活当中除了表示口渴的,贪杯的,它还有一个意思可以表示什么呢 你想啊,我们渴望水的时候叫做口渴,但是其实除了口渴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渴望别的 这个时候渴望别的的时候呢,这个thirsty就可以表示渴望,而不单纯指口渴 比如说大家看这句话 The man was thirsty for power 这个人非常渴望权力 The man was thirsty for knowledge,渴望知识 For success,渴望成功 所以在这里套了一个衍生意 从渴望水的变成了渴望其他事情的 用be thirsty for 好了,再接着往下说 口渴的,咱们叫做thirsty 如果表示肚子饿的,可以用hangry 这个词大家比较熟 好了,看下一个单词,ghost 请各位同学注意发音 gh,这个h不发音,所以读成ghost 表示鬼魂 A creepy ghost story 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鬼故事 在这里creepy表示令人毛骨悚然的 好了,接着往下说这个词 hunt,请大家把这个单词画上一下重点 大家发现没有 看到这个中文的意思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你看,第一个意思表示鬼来访 第二个意思表示闹鬼 其实呢,各位同学可以在这里标注一下 他这个中文的意思不太好了解 就是因为大家没有搞清楚 到底应该怎么样来使用 请大家先把前一半 鬼来访,旁边写上两个字 在主动的语态结构当中 我们通常表示鬼来访 而在被动的结构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翻译成中文的闹鬼 那我同学说为什么这个主动和被动的意思不一样呢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看两句话 大家就明白了 在看这两句话之前呢 我们再给大家补充一个小问题 就是很多同学不太理解说 这个鬼来访和闹鬼怎么样来使用 那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 大家想使用ghost 可以参照另外一个单词叫做visit visit跟ghost有一个相同点就是 都表示参观来访 唯一的差别就在于什么呢 ghost强调的是鬼来参观来访 所以他们两个都表示参观来访 因此用法是相通的 我们只要知道visit怎么用了 就知道这个ghost怎么样来使用了 好了那首先咱们看第一个 咱们先看主动的结构 这个visit可以表示参观某地 所以对应的ghost也可以加上地点 表示鬼去参观某地 所以主动的结构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的一个句子 叫做people say that 人们常说 说什么呢 ghost hunted old house 鬼去参观拜访这个旧房子 老房子 所以大家看主动当中 诶鬼去参观这个房子 相当于visit的用法 我们就可以把hunt放在这 表示鬼参观 主动的结构 那咱们再把调过来说 大家想 鬼参观这个房子 鬼来造访这个房子 那调过来说就是这个房子怎么样呢 被鬼造访呗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变成被动的结构 就可以变成the house is hunted by the ghost 其实大家会发现在这里 房子被鬼来访 什么意思啊 不就是这个房子闹鬼的吗 所以大家发现 这就是为什么在被动的结构当中 它翻译成闹鬼的 因为其实它本身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被鬼造访 不就是闹鬼的吗 但是呢 请各位同学注意一下 由于hunt这个单词 它本身意思当中就已经包含了鬼 鬼来访 所以说我们在变成被动的结构的时候呢 就不需要再加上强调被鬼来访 只要hunt这个单词出现了 它就可以表达来访 而且强调的是鬼 好了 关于这个我们就说回来 各位同学们来总结一下 hunt这个单词作为动词 它的用法相当于visit 拜访 唯一的差别在于它强调的是鬼 主动当中 我们可以说鬼拜访了某地 被动当中 我们可以说这个地儿 被鬼拜访了 其实就是表示闹鬼的 好了 那主动被动都可以使用的情况下 请各位同学注意一下 真正地道的英语当中呢 常常使用的是被动的结构来表示被鬼拜访 闹鬼了 好了 所以请大家把被动画上一下重点 好了 在这里我们说到这儿 我们再接着往下说 hunt这个单词 其实除了表示被鬼拜访之外呢 它还可以衍生一下 可以表示被其他的一些不愉快 不高兴的事情所造访 那这个不愉快不高兴的事情所造访 咱们一般就不用造访 来访这个单词了 可以说什么呢 被一些不愉快不高兴的事纠缠 萦绕在心头 对吧 所以大家发现就可以翻译成 不愉快的事 萦绕在心头 这些事总是不断地来纠缠 好了 比如大家看这句话 If something unpleasant haunts you 如果一些不愉快的事 总是纠缠 你怎么样呢 Try to ignore it and move on 我们可以拼了命的 小学忽视它 然后继续向前走 翻过这一页 所以大家发现在这里 不愉快的事来纠缠造访你 就可以用hunt这个单词 好 大家看 除了用主动的形式 表示不愉快的事情纠缠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调过来受伤被动的 不愉快的事情纠缠它 不就是它被纠缠吗 因此可以变成 She was haunted by bad feelings night and day 它被这些不好的感觉 夜晚和白天所纠缠 所以大家发现在这里 Be haunted就可以表示 被不好的感觉所纠缠 好了 在这里各位同学 我们来总结一下 大家发现 无论是鬼也好 还是不愉快不好的事情也好 只要是他来纠缠你 来造访你 我们就可以写成主动的 当然我们还可以调过来说 变成被动的 可以说什么呢 人或者是地点 被鬼 被不好的感觉所纠缠 推荐大家使用被动的结构 这样英语更地道一些 好了 关于这个单词的意思 我们就说这么多 那接下来请大家往下看 下一个单词 block 请各位同学标注一下 block可以作为动词表示堵 堵住了 the highway was blocked by a few tracks 这个高速公路被堵住了 被谁呢 被一些卡车堵住了 the claws blocked his view of the mountains 他本来想看山 但怎么样呢 这个 claws 云朵 阻断了他的这个视线视野 就让他看不着了嘛 所以把他的视线视野堵住了 叫做block 那大家看 既然block可以作为动词表示堵 对应的 它就可以作为名词表示拥堵 因此想说交通拥堵 可以用traffic block traffic jam 我们以前在29课学过 block这个单词 除了表示拥堵之外呢 还可以表示楼 29课当中有这样一个词组 叫做a block of flights 公寓楼 a block of flights 一座公寓楼 所以block可以表示一座大楼 其实除了表示一座大楼之外呢 它有第三个含义 可以表示街区 为什么可以表示街区呢 大家会发现在国外的很多地方 比如像美国纽约啊等等 很多地方是什么呢 它的这个一个楼就是一块地 然后旁边就会有交叉的马路 所以大家发现 这一个楼就是一个独立的街区 因此呢 我们经常在指路的时候 会给别人这样说 怎么说呢 说你沿着这条路往下走 走过了两个楼 你在左拐 走过了两个楼 是不是就说明 走过了两块街区啊 因为一个楼不就是一块街区吗 所以这个时候 就可以用block这个词来指路 好了 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你看 你说你向下走 走三块楼 三个街区 就可以说了 she walked the three blocks down the main street she walked the three blocks 她走过了三块街区 三个楼 然后向这个主路向下 所以大家发现在国外指路的时候 是可以用block这个单词来进行的 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不太一样 因为大家发现 中国的楼吧 有的时候建的不太规则 有的时候是一大片小区 而不是一个一个独立的楼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没办法使用这个词block 但是我们中国人指路呢 可以以什么为基准呢 比如说路口 再比如说呢 交通灯 都可以用这个 但如果大家在国外的时候呢 可以尝试使用一下 用block这个单词来指路 比如说我说你向前走 go along the street 然后怎么样呢 after two blocks turn left 两个楼以后 两个街区之后 就往左拐 好了 所以大家发现 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使用到 看下一个单词 furniture 家具 请各位同学注意一下 这个单词 furniture 一般情况下 英语当中有个默认的潜规则 就是表示一类的名词 如果它作为总称出现的时候 一般不可数 那家具不可数 那我如果非想说一件家具怎么办呢 很简单 一般情况下不可数名词 只要加上一个量词 就可以把它进行量化 比如说水不可数 那我可以说一杯水 一瓶水 加上一个量化的词 不就可以数了吗 所以在这里如果想说一件家具 可以用a piece of furniture 一件家具 好了 接着往下说 whiskey whiskey酒 我们就不用说了 suggest 请大家标注一下 这个单词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它可以表示暗示 第二个还可以表示建议 suggest 而这个单词比较特别 特别在什么地方呢 它后面可以加名词代词 如果想加动词 一定要加上doing 请大家标注一下 suggest doing 好了 咱们再接着往下说 shake是一个单词 请大家标注一下 它表示摇动晃动 它是一个不规则变化的动词 它的原型是shake 过去是shook 过去分词是shaken 所以请大家标注 shake shook shaken 好了 而且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单词呢 生活当中还蛮常用的 比如说 我们以前有个麦当劳的广告 有一个摇摇摇摇的薯条 shake shake 就是这个单词 shake 再比如说呢 我们有时候会摇头晃脑 摇头 就可以用 shake one's head 再比如说呢 见到一个好朋友 说来握个手吧 握手 是我摇动手啊 这个叫做 shake hands with somebody 跟某人握手 所以shake可以表示摇动 晃动 好了 看最后一个单词 accept 请同学们注意标注一下 这个单词呢 我们可以跟之前在第四课 学过的receive 相比较 r e c e i v e r e c e i v e receive 作为动词表示接收 而我们accept这个单词呢 表示意思是接受 那很多人不理解说 这个接收和接受 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了 大家会发现 这个所谓的接收 就指的是什么呢 客观上你收到了 如果我给你寄个礼物 你就一定会receive 就一定会收到 但是你收到这个礼物之后呢 你不一定主观上想要接受 所以说 如果你的主观上 是想要接受的 才叫做accept 好 所以注意一下区别同学们 receive表示收到了 但如果你想要这个东西 这个时候接受了 叫做accept 所以生活当中 常常会出现这样一种场面 就是什么呢 就是 you receive something 你收到这个东西了 but you don't want to accept it 但你不想要 好了 所以这个receive和accept 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客观上收到 一个表示主观上 接受了 想要 好了 关于这个词 我们就说这么多 以上就是我们47个的生词部分 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